绝后余生的小孙女在妈妈陪同下重返住处 从屋内拿出救回的笔电 只见见识人员拿铲子进出 要从烧的残破不开烧焦处 寻找起火的真正原因 起火点在一楼客厅 插着电烤盘的延长插座 也插了电视电扇的插头 客厅外的车库空间 住家堆放大量杂物 包括纸类的艺燃物品 另外从事水电工作的女婿 屋内也存放不少电线 逃过死劫的女婿 殡仪馆香艳神情哀伤 眼泪直流 一把火一次带走成家三条人命 屋主是91岁阿公 邻居眼中的热心老林长 身体硬朗 伴活动都看得到他身影 就读家妖大学的大孙女 大二转日文系 成績名列前茅 未来还有机会前往日本交流 一家三代同堂 邻居说为了行动不便的阿嬷 车库才会摆床垫 堆放杂物 中秋廉价家庭烤肉 谁想得到一把无亲火 困在二楼的祖孙 犀怒性呛伤而死亡 带走了三条人命 刚好外出的女儿女婿逃过一劫 不止白发人送黑发人 还要再送走至亲骨肉 独留17岁的女儿 独自搀扶家人 落寞的背影令人心酸 TVBS新闻 艾昭贤徐晋红 宋家娟 才能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